2018年10月,一项名为让爱回家的志愿者活动在广东东莞的街头悄然展开。 大批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走上街头,用善意给这个略带凉意的秋天增添了一抹温暖。 就在志愿者们四处奔走的时候,街边一个棚头垢面衣着邋遢的流浪汉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 他的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,身上盖着一床破烂的棉被,一看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。 可是,当志愿者问起他的名字时,他的回答却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,在我还不是乞丐的时候,我的名字叫曹阳。 而随着了解的深入,志愿者们发现这个乞丐不仅曾是个985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更是在德国流过学。 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海归高材生为何会流落街头呢? 如今四年时间过去了,他过得怎么样了?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,人的一生只有两次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,一次是投胎,另一次就是高考。 投胎是个技术活,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含着金汤匙出声,这也就意味着高考成了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。 当然这句话并不绝对,可是在当前教育的大环境下,高考已经是一次相对公平的竞争了。 而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那个被志愿者发现的流浪汉曹阳,曾经正是千千万万高考生中的一员。 彼时的他豪情万丈,带着家族的期望和对未来的幻想走进了考场,一切美好似乎都在前方向他招手。 十年的寒窗苦读没有辜负曹阳和他的家人,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大学录取,这个消息在当时无异于一场地震。 那一年是1995年,普通人家连书都读不起,更别提一路读到大学了。 当时就连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很吃香,至于什么专科本科,根本想都不敢想,更何况重庆大学还是一所老牌的985名校呢。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曹阳成为了整个家族最引以为傲的年轻人,他的事迹也传遍了周围十里八乡。 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殊荣和自身的努力天赋分不开,也和父母的精心栽培息息相关。 虽然曹阳的家庭并不富裕,但是父母从小就十分疼爱他,几乎把所有能给的一切都给了他,说他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一点都不过分。 当然,曹阳也比较争气,从小到大学习都是名列前茅,活脱脱一个别人家的孩子。 可有些时候,学习好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,从小娇生惯养的曹阳早已习惯了父母的庇护,这导致他的内心其实是极度脆弱的。 然而当时他的父母并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,这也给曹阳原本光明的未来埋下了一丝隐患。 进入大学校园之后,曹阳觉得生活的一切都变了,他的身边缺少了世事体贴的父母,老师和同学也不再围着他转。 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光环在这里显得毫不起眼。 身边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尖子生,都是各个地方的学霸级人物,就是单论学习成绩曹阳也比不过人家。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,曹阳渐渐发现,成绩优秀不过是那些人身上最普通的优点。 身边的人个个能歌善舞,还说得一口流利的外语,而且一个个言之还不差。 人生的参差感在这一刻暴露无遗,曹阳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,这导致他第一学期就出现了挂科的不良现象。 曹阳说不出来他是羡慕还是极度,但终究是无法释怀,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。 他以往一直活在众人的追捧声中,根本不知道挫折是什么,更没有体会过失败的滋味。 如今当一切毫无征兆地向他袭来的时候,他慌张了,他错乱了,他开始自暴自弃。 其实,对于一个出入陌生环境的学生来说,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打击。 这意味着你在不断向上走,不断遇见优秀的人,将来的你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出色。 可一旦没有摆好自身的定位,反倒因此而产生了心魔,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充满悲剧的。 曹阳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,他自己走不出来,身边又没有人及时给他提供引导。 久而久之,曹阳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差,等到临近毕业的时候已经挂了好几科了。 大学生但凡有一门挂科都是拿不到毕业证的,所以曹阳不得不一次次重修那些不及格的科目。 但他并没有及时调整好心态,最终重修了四次也没能通过,这个结果让他直接崩溃了。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,结果连个毕业证也没能拿到,这种人生的失忆足以将一个人的意志摧毁。 而且曹阳从小就没经受过任何打击,这让他的人生突然就失去了方向,就此一蹶不振起来。 曹阳的父母可谓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他们心里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惋惜,但是他们没有丝毫要责怪儿子的意思。 摊上这样一对父母,不知道该说是曹阳的福分还是他命里该有的结束。 做父母的本该教会孩子坚强,因为你不可能照顾他们一辈子,将来的路终究的他们自己去走。 一旦孩子被娇生惯养磨灭了该有的锐气,他们将再也承受不住任何打击,这样的性格到任何时候都是巨大的隐患。 遗憾的是,曹阳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他们总想着把一切都给儿子安排好。 看到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,老两口别提有多心疼了。 再三思虑之下,他们决定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供曹阳出国留学,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在当时看来,这大概是曹阳最好的归宿了。 只要他能学有所成,所有的付出就都是值得的。 可曹阳的父母没有想过,自家儿子连挂科的压力都无法承受,又怎能指望他在国外一帆风顺呢? 后来的事情发展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,国外的悲惨经历彻底击垮了曹阳,最终他沦落成了街头的乞丐。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,彼时的他正在父母的支持下学习德语,为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涯做准备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,曹阳已经能很熟练地掌握一些基本德语了,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学习上是有一定天赋的。 不久之后,曹阳的留学签证也办下来了,一家人还为此庆祝了一番。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最初充满希望的样子,曹阳也重新找回了自信,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在国外闯出一片新的世界。 一切准备就绪后,曹阳登上了飞往德国的航班,这一次他将再也没有退路。 父母为了他已经倾尽所有,他没有理由不成功,这样的机会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 看着窗外祖国的景色越来越远,曹阳的思绪也飘到了远方,也许那个无比陌生的环境更适合他吧。 到了德国之后,曹阳觉得一切都顺利起来,他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业上。 进入状态之后,曹阳的学习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,他似乎又找回了从前天之骄子的那种感觉。 除了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,曹阳还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的餐厅找了份工作,这样一来父母便不用再给他寄生活费了。 他这样的表现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,也许只是国内大学的环境不适合他,他并不是那种无法承受压力的人。 在充分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之后,曹阳兼顾起学业和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了,他也找了份薪酬更加丰厚的工作。 后来他不仅能维持在国外的日常开销,连学费都不需要父母操心了,甚至隔三差五还会给父母寄点钱回去。 得知这个消息后,曹阳的亲友们都十分欣慰,都认为他在国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其实这种想法并没有错,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曹阳的未来将会是一片光明。 可是对于一个普通留学生来说,留学生涯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的,很快曹阳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。 在那之前,曹阳已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稳定了下来。 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豪车,还结识了一个面容较好,身材火辣的德国女孩,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 曹阳对当时的一切十分满意,甚至有了长期留在国外的想法,到时候他的事业肯定会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。 可就在曹阳对未来充满向往的时候,德国政府却向他下达了驱逐出境的通知。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,直接把曹阳吓蒙了,这意味着他将失去在德国的一切,而最糟糕的是他对此毫无办法。 当初曹阳办理的是最简单的语言签证,而根据德国法律规定,持有语言签证的留学生是不具备打工资格的。 这也就意味着他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都是非法的,就算他在想办法办理学生签证,也无法改变他非法务工的事实。 德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,才对曹阳下达了驱逐出境的通知,曹阳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了这一事实。 相比被驱逐这件事,更让曹阳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女朋友,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可能都无法见面了。 为了让女朋友安心,曹阳在回国之前郑重和女朋友承诺,他一定会尽快想办法重返德国。 对于被驱逐这件事,起初曹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,他回国之后大可以想办法再办理一个签证。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命运居然在此后再次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他的学生档案丢了。 这件事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大事,而且这意味着他再也无法办理出国签证了。 到头来,曹阳不仅没拿到国内大学的毕业证,连带着国外的毕业计划也泡汤了。 第二连三的打击让曹阳彻底心灰意冷,最要命的是,那个德国女孩在得知情况后向他提出了分手。 其实,曹阳并不留恋国外的生活,唯一让他牵挂的便是他的女友,可如今这仅有的念想也化为了泡沫。 认清现状之后,曹阳仿佛一夜之间便苍老了起来,眼睛里也失去了以往的斗志。 几天之后,曹阳只身踏上了南下东莞的火车,只留下一封寥寥数字的告别信,我走了,你们不要找我,也不要担心我。 看到这封信,曹阳的家人满是担心,可是他们也只能祝愿曹阳一个人在外面能过得好一些。 到达东莞之后,曹阳很快便认清了现实,他开始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。 可好运似乎永远不会站在他这一边,他的身份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了。 这让他彻底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 达娜以后,曹阳的人生就进入了百烂阶段。 他不再试着寻找工作,花光了手里的所有积蓄之后,他就流落街头,成了别人眼中的乞丐。 等到被志愿者发现的时候,曹阳已经在东莞街头流浪了14年之久了。 虽然他的年龄还不满40岁,但他的外表看起来就和60岁的老头没有区别。 一次又一次命运地捉弄让这个年轻人彻底心灰意冷,他不想再挣扎也不再做任何尝试,他觉得就这样了无牵挂地过完一生也挺好。 平日里,曹阳是很抗拒别人接近他的,可也许是志愿者的善意感染了他,两人便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。 听完曹阳的一番讲述之后,志愿者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分。 一个曾经的高材生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,恐怕谁见了都会心生惋惜。 有时候,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串联起来便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 不知道这世上又有多少像曹阳一样的苦命人呢? 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曹阳,志愿者决定先带他去吃一顿饱饭,先用美食抚慰一下他受伤已久的内心。 曹阳的老家位于陕西咸阳,志愿者便特意请他吃了一顿羊肉抛馍。 这顿地地道道的陕西名小吃彻底让曹阳放下了心中的芥蒂,也唤醒了他心中对家人的思念。 其实,曹阳虽然在社会上流浪了十几年,但他的头脑一直都很清晰,身体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碍。 只不过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积累了太多的失望,所以才甘愿做一个不起眼的流浪汉。 如果没有被志愿者发现的话,也许曹阳这样的生活还会一直持续下去,他早已习惯将自己边缘化了。 可经过志愿者这一番善意的感化,曹阳觉得他的人生似乎不该就这样走向终结,他应当再尝试做些什么。 最终在记者的鼓励下,曹阳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 当电话那头父母声音响起的时候,两行青类从曹阳的眼中夺框而出,原来他们的心中从未放下过对彼此的牵挂。 命运也许有时候会欺骗你,但亲情永远不会,这给了曹阳勇敢面对今后生活的勇气。 挂断电话之后,曹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回家。 他要在老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,在照顾父母的同时也重新开始生活。 其实,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,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磨难在前方等着我们,风风雨雨,甜苦辣咸才是生活的常态。 我们无法改变命运,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待生活的态度,那些打不到我们的中将时我们更加强大。 这个世上像曹阳一样的人有很多,甚至有些人比他的境遇还要悲惨。 但有些时候,你扛也就扛过去了,你要是选择倒下,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,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就在于坚持二字。 你可以不必对曹阳的经历感同身受,但希望你一定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。 看完了曹阳的故事,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